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而司机居然这会睡着了 车头向雪山上撞去 乘客们东倒西外 惊恐的尖叫着 司机从睡梦中醒来 猛打方向盘 却已回天乏术 整辆汽车冲破护栏 坠入了无底深渊 再看我们的男主平介 他与奈美侄子是一家人 从电视中获悉妻女出事的消息后 拼命赶向医院 进到病床上生命垂危的二人 医生告诉他 情况不容乐观 这时奈美的妈妈侄子不行了 心脏监测仪背名字 男主大声喊叫着妻子的名字 侄子握着女儿的手 一股神秘的力量传了过去 奈美醒了 可令男主意想不到的是 女儿居然说 我是你的妻子 侄子 凭借自然不相信 以为女儿在逗她 可奈美竟然说出了两人多年前 第一次约会时的事情 所有细节都描述得一清二楚 包括做爱 这个女儿可是绝对不知道的 葬礼上 男主脸贴脸向侄子询问的缘由 可这已经是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了 自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对于母亲侄子的灵魂 进入到女儿奈美身体这件事 他俩决定 对身边所有人保密 出院回家了 这没结婚戒指 得到女儿那纤细的小手上明显大了 男主望着在院中浇花的奈美 那熟悉的神情 动作绝对是妻子无疑 上班前 奈美像对小猫一样摸着老公的下巴 这是只有他俩才知道的亲密动作 为了方便叙述 之后宇哥还是称他为侄子吧 独自一人在家的侄子 往事又一默默涌上心头 此时的他 心中无比思念女儿 男主下班后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发现类似的情况有历史记载 一个得了天花的法国女孩 在死亡的那一刻 另一个即将死亡的女人灵魂 进入了她的身体 而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后 法国女孩的真正人格又回来了 下班到家后 侄子也换上了女儿的校服 这小短裙给男主心里撩得七上八下的 侄子在外人面前要装成是奈美 但回家后仍然是男主的妻子 为了不让别人怀疑 这婚戒是戴不了了 他将女儿的小熊捡了个小口 把戒指塞进去 用这种方式将他戴在身边 于是侄子换上校服 以女儿的身份去上学了 体积的男主怕他跟不上学习进度 特意去找女班主任沟通 让他多照顾着点大病出狱的女儿 放学回家后 侄子主动进来帮老公搓背 男主大酒拼命躲着 但一想他就是妻子 也就释怀了 侄子说 他还以为那些数学题自己已经忘光了 但或许是因为脑子是女儿的 所以他很快就都会了 大巴车事故的死者家属赔偿会上 司机的儿子伟川也来到了现场 黑小伙儿重新的提自己去世的父亲 向大家道歉 有位大叔死了两个儿子 一点好脸都没给他 这小黑大吼大叫 小黑一气之下愤然离场 侄子追了上去 小黑为自己父亲鸣不平 说公司把所有错都推到了老爸身上 回去的路上 侄子说之前曾在车上听到司机说 他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头天晚上也去打工了 整宿没睡 怪不得 疲劳驾驶能不出事吗 晚上 侄子主动问老公 那个咱俩做爱的事咋办 男主一口米饭喷了出来 一种词言的说 我怎么可能对自己女儿干这种事 次日 女主在超市遇到了女儿的班主任 老师告诉他 侄子要考医学院 之后俩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唠家常 他年轻貌美 身材漫妙 又是单身 男主心中泛起了阵阵涟 人耳之都被不远出的侄子看到了 不老实了你 拍头 撕嘴 家法伺候 侄子说 自己考医学院修脑科 是想搞清楚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现在有了女儿的身体 他要多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男主表示支持 秋千越荡越高 年轻真好 为了考上医学院 侄子开始没白天没黑夜 拼命的用功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榜上有名 考上了 为了庆祝 两人一起到之前长期的小店吃饭 侄子暗示老公 如果你喜欢那个老师的话 该行动了 男主的回答很暖心 不会的 我一直有你啊 侄子很感动 温柔的猫的凭借着下巴 男主靠道妻子的肩上 不明旧里的店员小哥 眼珠子都看直了 这天侄子喝的有点多 男主到家帮妻子整理衣服时 看到了女儿那丰满的体态 他咽了咽口水 赶紧帮他把被子盖好 这时侄子却醒了 主动要求 将自己的第一次献给爸爸 但男主最后还是放弃了 他不能接受 对女儿做出这种事 外公亲自下厨 为外孙女开庆功宴 侄子吃着面 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 因为那是父亲的味道 为父亲按摩的时候 侄子说漏了嘴 将外公叫成了爸爸 还好改口快 这一天 夫妻俩去用餐的时候 再次遇到了小黑 小黑结账时 发现钱包丢了 善良的男主主动帮他结了账 小黑是个正直的人 第二天就主动登门 将钱还给了男主 凭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连聊天时小黑说 父亲如此的拼命工作 打两份工 兴许不是为了自己 估计是他欠了赌债 大学入校的第一天 年轻帅气的像马 把侄子拉进了翻船俱乐部 第一次出海虽然不太顺利 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男主得知后心里很不得劲 现在的侄子 已忙得连花都顾不上交 他们都蔫了 这一天去参加俱乐部聚会的侄子 又是很晚才回来 男主自然很不高兴 分后像马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 男主这边能不多心吗 这天出海时 像马又邀请侄子周六去跑步 女主与学习为友 婉言拒绝了 凭借感受到了危机 再这样坐以待毙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他就买了个窃厅器 装到家里的电话上 果然像马再次打了电话时 对侄子表了白 邀侄子次日在咖啡店见 侄子虽然一直在拒绝 可那边已经挂断了 次日 侄子找了个借口 骗老公说 要去女同仙家玩 可刚到咖啡店老公就出现了 怒气冲冲的对像马说 我家女儿以后不能再见你了 因为我们是从外星来的 说着就开始装疯卖啥起来 旁边的人都在看到 侄子羞愧难道 气得不轻 到家后找出气听器 狠狠地砸在地上 男主的心里苦啊 我从不在外花天酒地 放弃了追求女老师 拒绝了所有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人 办公室的女同事喜欢我 人又好 可因为你 我们之间啥也没发生 对我来说没有未来 也没有快乐 女主说 可我只能以奈美的身份生活 别无选择呀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男主心里甚是苦闷 而侄子心里也不好受 为了安抚爱人的心 侄子次日再次提出了做爱的请求 凭借心里下了无数个决心 试图跨过心中那道坎 可他实在下不了口 试图激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 他努了半天力 最后还是放弃了 要是对自己的女儿做了这种事 自己还是人吗 这天下班路上 在一家面馆前碰到了小黑 小黑在这里打工 很快就要容生经理了 他说 大巴车司机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自己是母亲和另一个男生的孩子 直到小黑五岁时 司机父亲才知道这事 于是他俩离婚了 但小黑想念父亲 主动去找他 于是受到感染的司机父亲决定抚养小黑 直到出事前 两人一直相依为命 而司机之所以拼命赚钱 也是为了给小黑重病的母亲治病 小黑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件事 他自知错怪父亲了 受到激励的他开始努力工作 为了自己 也为了母亲 回去的路上 男主想了一路 他终于想通了 到家后告诉侄子 你有权利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不会再干涉你了 侄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眼眶中的泪水不停地涌出 回去抱着小熊哭了一宿 而男主也独自喝了一夜的酒 次日一早 爸爸 我很困惑 我记得和妈妈在同一辆公交车上 我怎么会在这儿 男主大惊 女儿的灵魂回来了 男主翻出照片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对奈美详细地讲了一遍 从出事那天到现在 时间正好是两年 奈美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晕了过去 过了许久才醒来 这次又变回了侄子 听说女儿的灵魂回来了 侄子也很欣慰 设定是 睡一觉就换一个人工 次日清晨 奈美又回来了 侄子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都记录在纸上给她看 奈美看后也决定写信给母亲 连用这种方式沟通 男主自然很开心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女儿和妻子没死呀 可事情没得想的那么简单 侄子说 自己迟早会走 此后奈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 母子二人除了用书信交流 还用拍视频的方式沟通 之后男主又带女儿去光顾小黑的拉面馆 两人的初次见面感觉不错 在女儿的要求下 男主带她去老自己与侄子初次约会的地方 灯塔还假 这里风景如画 美极了 两人坐在长椅上 奈美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侄子又出现了 两人愉快地溢起了初恋时的往事 黄昏时分 侄子说这是自己出现的最后一天了 连依依不说 隐含热泪地握住对方的手 侄子用熟悉的动作抚摸着爱人的下巴 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再见了 平姐 谢谢你 要记住我呀 男主吻了吻她 侄子靠在老公的肩上沉沉地睡去 再次醒来已是傍晚 侄子走了 为了妈妈 奈美会好好地活下去 活出精彩的人生 几年后 奈美在父亲的带领下步入结婚殿堂 新郎不是翻船帅哥 而是小黑 婚礼结束后 奈美来到爸爸身边 爸爸 谢谢你这些年来为我所做的一切 男主看到女儿的花篮中放着那只幸运熊 这时熟悉的动作又出现了 这时侄子他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失态了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侄子 他为了让男主心里好过 也为了自己的人生才骗了凭借 侄子抚摸着爱人的婚戒 默认了 这时新郎来了 男主以新郎父亲的身份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要揍你两拳 一拳是为了你带走我的女儿 另一拳是为了别的 小黑愣神的功夫 已经吃了男主一拳 这拳的力度着实不清 凭借转身对女儿说 恭喜 侄子脸上的表情甚是复杂 吃惊 尴尬 愧疚 感激 或许还有点别的什么 该片改编自日本著名小说家 东野归吾 199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秘密 该作入围第52级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第120级植木奖 1999年 同名电影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 拍这部片时 广莫两子只有19岁 一个19岁的演员 能把角色演绎得如此真实 尤其是最后一幕 绝对值得国内的面瘫小仙女们学习 其实该片的男主饰演者小林勋演得更好 他把这个角色演得可爱又可敬 这个故事的题材很有创意 与黑镜黑色博物馆有点像 不同的是 女儿的脑中只能有一个灵魂 而不是像黑镜那样两个灵魂可以同时共存 当他既是你的妻子又是你的女儿时 你和他会怎么生活 宇哥很喜欢片中的男主 一场事故中 他失去了女儿的灵魂和妻子的肉体 但他却没像其他遇难者家属一样苛责小黑 反而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最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换作别人 就算不像那个眼镜大叔那样对待小黑 至少也不会愿意与他有太多接触吧 毕竟一看到他 就会想到去世的亲人 怎么都别扭 但想想 小黑真的没做错什么 自己的父亲去世 他已经很难受了 还要低头向别人道歉 重受其他遇难者的刁难 宇哥真的很同情他 说回男主 当他知道妻子在被比自己年轻 比自己帅气的翻腿小哥追时 在面对女儿的身体时 仍能保持理智 貌似挺不容易的 一个男人能忍受如此长时间的无性婚姻 真心不易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影片结尾 侄子结婚时 男主依然带着那枚婚戒 说明这么多年来 他仍是单身 即便知道侄子已经回不来了 倒还是没有再去 这只能说明他心里一直有侄子 他真的很爱侄子 爱他才能抵抗住所有诱惑 爱他才会说出 放手去做你想多的事情 我们不能苛责侄子的不忠 毕竟他曾经尝试过 用这个身体与老公继续幸福生活 既然凭借无法跨过那道坎 总不能两个人一起不幸福的活下去 为了自己 也为了凭借 他才编了这个善意的谎言 用女儿的身体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话 凭借也许也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追寻新的幸福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秘密 如果这个秘密是善意的 请请他一辈子都藏在心里 为了不伤害你爱的人 请你永远都别对他提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同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与哥拜谢 喜欢与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